欢迎收听黄大米哈拉网 我是黄大米 我今天要访问的是 苏嘉宏苏律师 律师好 嗨大米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律师你知道吗 今天这个访问 其实完全是为了图立我自己 我怎么说 因为你最近出了一本新书 叫做 此刻就是立遗嘱的最好时刻 对的 你知道这本书 其实陪伴了我好几个夜晚 太棒了 我真的好开心 你喜欢 我超喜欢 而且我觉得很实用 是真的 就是看完之后 真的会立刻想要去另一只 真的是想 我能不能先问一下 你到底哪一个点 让你最能够触动 你最感动 我觉得这个也是让我 可以让我很开心的 才知道说真的 有人收到了我的 我想要传达的东西 就是我原来的观念都是错的 不会吧 不会吧 真的 我怎么说 好 我第一个因为我本身单身 所以我第一件事情 一定立刻翻阅单身的继承遗嘱线 是对 一定要先看 然后我过去很天真 因为我的哥哥大我年纪很大 大几岁 大概 大概大了七岁 那真的 那以正常余命来讲 女生会比较长 长六岁 对 那我过去都会认为 那就是我侄子可以继承我的遗产 感情上 对感情上 感情上 你这本书就彻底告诉我 我如果这样想 然后没有屹立遗嘱 我的遗产会冲归国有 对是冲归国有 这大部分人不知道 但是这个财产国家拿得很开心 对 然后第二件事情我本来会想说 那我有猫 留给猫对不对 对就是收我遗产的人要负责照顾猫 发现也不是这么回事 也不是这么回事 对对对 然后再来就是 其实你的第一篇就深深打动我 怎么说 我先讲一下这个故事 太棒了 一点点 太好了 但转完整要你来讲 就是说 我那时候那一天看到的时候 我觉得你这本书是一个人间鬼故事 真的 我真的不觉得 我以为我在讲神话 又是鬼故事 是人间鬼故事 就是说 有一个企业家 他在过去 他都希望得到最好的医疗照顾 但是他在生病期间 都还可以得到一个最好的病房 是的 可是等到他开始昏迷 他也不省人事的时候 他还是很有钱 可是子孙就开始把他送进去健保房 对的 苏律师 你在文中说为什么 这个我跟你讲 这是人性 其实我们不要惊讶 其实人性是这样子的 有时候 我先讲一个结论 我们在钱的世界 我们看到钱的时候 我想问你 你看到一笔很大的钱 你会想到你爸妈吗 会想到你的好友吗 我看到很大的钱的时候 如果一笔钱 我们这样讲直接给各位 你们如果现在桌上 有一千万现钞 或是黄金在桌上 那么四下如人 你会想到什么 赶快收起来 对 赶快收起来 对吧 你不会想到其他的人 在你只要看到钱的时候 你就会想到收费机 我们再讲一个 说笑话也好 有一个小偷被抓到了 他在路上的时候 就看到 那个银楼旁边 银楼那边老板就拿金块出来 你是小偷就走进大有大败走进去 把那金块拿走 就拿走 你怎么帮我这个一公斤的金块拿走 那么他就开始跑 然后警察就来了 就把他抓住 把小偷抓住 我说你为什么光天化日之下 你就直接就把人家的金块拿走 他说我只看到金块 没有看到老板 也就是很多人 很多不要是别人了 每个人 只要很多钱放在面前的时候 你会忘记的感情 忘记什么 你就会想到钱 好 跟企业家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企业家呢 他家里是很好的 其实大家都很相亲相爱 每个人都相爱 因为他对得很好 他也没有打没有骂 还给人家钱你知道吗 这我们爸爸哪里找 很棒啊 但是没想到他因为生病了 住院因为中风 你住院中啊 交互病房 开刀 开刀完之后就从交互病房 那没问题 交互病房出来的时候 就碰到一个问题 请问你们要什么房啊 当然他每个人就说 当然是要最好的 总统套房 于是把他送到总统套房去 一个月三五十万 没问题 只要我爸能够醒来 全家人支持 对不对 爸爸这么多钱 对不对 十几亿的 这五十万 一个月五十万算什么 一个月五百万都花 为什么 每个人都花花花花花 为什么 因为这个爸爸能够很快活起来 结果我听了医生讲说什么 医生说 哎呀 经过这样观察 他大概是醒不过来了 醒不过来了 这件事情大家听到说 很多的内心就想到OS的问题 今天一个月花五十万 我们如果花五十万 就算最省 最省花五十万 那一年花多少 你知道中风一年 如果说这样 五十万好了 一年花多少 一个月五十万 六百 六百嘛 对不对 十年呢 六千 六千万 哇 现在我的爸爸没有感觉 没有知觉 没有反应 其实就是这样的 那如果说今天 他多花了六千万 那我们呢 少分了六千万 不过才六千万而已 所以在钱的 在钱的 在人看到钱的时候 在钱的世界里面 哎呀 那这样 因为我爸爸 等于是不在了一样 因为躺在的职务人 等于是不在了一样 所以你只有钱 你只有自己 没有自己的 所以这时候就讲 哎不用啊 不用再花五十万啊 最后要什么 哎不能花 只要有人反对花钱 你想想看 你家都在吵架 家里很多人吵架 吵架之后 有人说不准花 谁敢花 要的话我告你 你敢花吗 就会停下来 我干嘛 我干嘛 他出头 我不要出头 所以接下来 这个人就到了健保房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稍微有点改变 但是呢 它是真实的故事 我听这个故事 非常有感触 是在于 我的一个朋友 他也是富贵逼人 然后当他过去 都是住最好的病房 可是等到有一天 他开始属于精神 还是清楚 但是所有的身体 是无法自主的 对 没办法控制 没办法控制自己身体的时候 对 然后 后来 有一天我再去看他 你要去想 我过去认识他 他的时候 他都非常有钱 包含对我这个后辈 都非常的疼爱 给我最好的东西 交代我出去玩什么的 所以他财力是很OK 但是当我后来发现 他已经是属于精神清楚 但是无法言语 无法自主的时候 我再去看到他的时候 他就是住健保房 对 这更痛苦你知道吗 因为他精神清楚 对 我觉得他这个是非常痛苦的意思 因为你精神清楚 但是你能感知到说 这样子的寂寞 这样子的无奈 又表达不出来 对 这是非常痛苦 所以我为什么看你这本书 我会非常感动 我假设我今天是二十几岁看 三十岁看 我一定不懂 是 我会觉得你在讲 这个鬼故事太有了 对不是 这个是天人的鬼故事 但是等到我现在四十几岁 我就发现 加上我经历过一些人世间的生脑病死 我就会发现医疗 怎么医 用什么方法医 然后又要花多少钱给爸爸妈妈 其实就会吵架了 没错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这样讲 我们刚刚还在讲富豪 各位我们都一般的老百姓 也不是富豪 所以大米讲是 反而是更多的人碰到问题 因为爸爸的钱也许有限 对不对 那谁来出钱 那出钱的人那谁来出力 每个人家庭就是为了这样炒饭了 所以这件事情 为什么最能够讲话的人 却没有出声 对还有不止 因为我都经历过 要不要自费药 是 对你到底是要用健保药 还是自费药 送哪一家医院 地区医院 还是区医院 还是大医院 对 因为每一个决定都在决定的是钱 对都是钱 对 钱这件事情超复杂 第一都拟出 也不爽 对 因为他会觉得我面子挂不住 是 还有你是怎样 你最孝顺是不是 对 好 那要按照他的方式 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 也有其他人会说 爸爸从小养到我们这么好 为什么要给最基本的 应该要给好一点 对 就这样就炒翻了 是的 没错 对 那这样苏医师 你可不可以救救我们 就是说那如果假设我今天我希望 好拿我自己来讲好了 我自己希望我将来住的病房是比较好的 有看护 为什么我要问这个 就是说书医师这本书 我真的很建议大家去买一下 我很少在节目访问到一半的时候就叫大家去买 为什么 因为他说如果你今天给人家钱 医主已经给他了 但是他不帮你请看护 他是用一种最基本的医疗偶尔去看看你 基本上他还是能够拿走你的钱 对 因为是合法 对 那叫做合法 因为我们知道道德叫最高标准 对不对 法律是什么 最低标准 所以你今天你要让 你要让你的孩子 每个人只要进行最低标准就好 所以为什么我才会鼓励说 此刻就是立义主最好时刻 他其实不单单是义主 而且是反思说 你看我可能老了 对不对 我需要照顾 那我的我自己决定是什么 你都不决定 所以最后别人只要用最低的标准 能够把你 让你能够有呼吸 你看我讲到夸张 对不对 但是真的 我有个案例 我就想 这时候迫不及待要跟大名 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 有一个妈妈 他的爸爸 他就是他先生不在了 这个妈妈呢 他就 就是因为生病了 他生病在乡下 乡下之后 那他的家里 他有一些土地 因为以前务农 有一些土地 那家里有什么大哥大儿子二儿子三人都不在 都 就是等于是在都市里面打拼生活 那由他的小儿子 小儿子来照顾他 那小儿子也在附近 也没有住一起 那么这时候 那小儿子怎么照顾你知道吗 他就请一个 妈妈其实没办法动摊的 就把妈妈放在客厅 然后就请一个 像part time的看护一样 你也不 他也不太管看护 就等于是叫看护有三餐拿东西去喂他 而且是留子的喂他就可以了 所以当有一天他大儿子回去的时候 他发现他的妈妈背后都是入床 然后他大儿子赶快拿去 去赶快怎么办 当然是骂了这个他的弟弟一顿 之后拿去去急救 把妈妈带去急救 急救完之后怎么办 没办法 还是把妈妈送回家 就周而复始一直反复反复这样 这样的发生 让人难过是什么 难过是说今天妈妈其实有没有钱 她是有很多土地的 那么小儿子还有她的想法是 我只要进到最低的就好 只要哪一天 他真的不在的时候大家就可以来奔 那大儿子说我在都市里 我没办法去养他 所以这个状况其实我看到 其实很难过你知道吗 可是有没有我们当律师的 有时候蛮难过的 因为决定权在什么 在他们身上 那回过台我们还是回到 我们该不要讲太多鬼故事 回过台怎么解决吗 他会说怎么解决吗 最简单的方法 要找一个你觉得信靠的人 你觉得我觉得 比如说大名觉得小米 小米值得来 那小米可能是好朋友 可能是家人 也许是侄子之类都好 你觉得小米是值得来 那我就好 那我就跟小米定一个议定监护器 我希望他怎么来照顾我 包含是我不一定要很严重 我还有点状态 我OK 可是法院认为你没办法自己照顾自己的时候 判监护宣告的时候 小米就要依照 议定监护器乐的方式来照顾你 接下来才是关键 第一个先找人之后 我要告诉各位 这个制度大家都知道 对我找一个适合的人来照顾我 对不对 这个是大家会的 接下来讲大家 更重要的事情是 我里面条件要设定清楚 我要设定清楚 我要最好的医疗 我要设定清楚 有人是这样 像我就要设定 我不要住养老院 我就要住在家里 请你用我的钱 请至少一个管家 一个看护来照顾我 我要住在什么地方 房子哪一间房子不能给我卖 你可以动用什么钱 这些都可以在议定监护契约上写清楚 所以这是之前有朋友问我 律师你讲这个 你讲什么议定监护契约 不是一样吗 我们只要去公正的那边 我拿个制式版本抄抄勾勾就好了 其实我告诉你 并不是这样 应该这么说 这样做可以60分 很棒 恭喜你我会给你拍拍手 可是你如果今天希望说 你是希望你掌握自己的人生 你希望也不要让家人有困扰 煩恼 为什么大米刚才讨论这个事情 到底你要用最基础的医疗 还是要用自备医疗 还是要做什么 这些事情 其实我们平常人都想说 这不会发生 我不讲 等到传道桥头自然之 对不对 你不讲就是最低度 所以当你讲了之后 大家能不能吵 那就不用吵 你需要你的孩子需要吵架吗 不需要 为什么 议定监护7月里面白纸写黑字 说我就是要在家里 我就是要住在最好医疗 或者我就是在什么状况下 我就是要怎么样怎么做 你可以用什么钱 不能用什么钱 这样情形下的话 至少我们已经在为自己 建立一个法律制度 你知道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所以今天的家规跟你自己照顾自己的 你可以自己来设计的 这可以设计在议定监护7月上面 你说如果他不遵守 就可以把它换掉 后面的人再照这个方式去处理 所以我等于说负责执行遗嘱的 比如说假设是律师好了 但是我如果指定A来帮我就是执行这一部分 比如说怎么照顾我 那假设A执行的不好就换B 所以等于我在写的时候 有经验的律师会告诉我说要有个顺序 ABC这样吗 应该这么说ABC这件事情 就要看你找不找得到人 因为我们从碰到实物里面 你能不能找到两个以上的人 还有时候有人不容易 你知道吗 有的时候当然 你要跟他签约 一定监护7月是要签约的 可以签ABCD 有人可以一次签三四个 什么意思呢 他这种方法可以这样做 第一个是轩顺位 第一个是小米 中米 中米 微米 对 奈米 三四个 那可以说第一顺位 如果说小米不行 小米不行就是中米 中米不行就是微米 微米就是奈米 所以可以这样的顺序 那你可以排列说那这样 小米这个人呢 他心思其敏 他就在照顾我生活起居 所以就想说我照顾开支 都由他全权决定 而投资部分不好意思 小米不会 那就是什么 奈米比较厉害 他很会钻 奈米比较小 所以投资部分由奈米决定 所以他可以分开来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 你可以排顺序 你也可以排什么 你可以排功能组别 所以你这样排的时候 接下来你就可以安排好 你就可以想象 那想到未来 如果我今天真的没办法自己表达 或是就像意思清楚 我无法表达的时候 照着我 还是照着我意思来做 那大家就没有话讲 用我的钱 我自己用的自在 对不对 可是律师那我想请教 就是说大家 其实写遗嘱 大家都会觉得OK 荧幕前的想法 但是要写一份 他是可以执行的遗嘱 我必须要注意哪一些 还有假设 今天的听众朋友 他比较想要省钱 然后他也不想要再找一个律师 那他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免费的去立遗嘱 又是合法的 那假设像 比如说像我想要找律师的 那大概各事业是怎么样的情况 好的 我们来讲 我们先讲免费的 这个免费一定要告诉大家 对 因为我们历史写这本书是个 我希望是个运动 因为 刚刚大美有问我说 为什么写这本书 因为我觉得其实 我发现说这本书 遗嘱这件事情 并 它只是一个表象 它只是一个传承爱的感觉 其实之前是我妈妈 他很多时候都不在传承爱 他传承了纷争 对 很多时间是因为我没有做 人不在的时候 因为人不在的时候 为什么会纷争 是 例如说我不在的时候 那我就是剩下钱 那因为他们也看不到我 我去拿去 我已经拿去 我会烧 我因为是职障 我应该会烧起来 把它烧了 然后放在土里面之后 接下来我的孩子们继承 都只会看到钱怎么分 对不对 所以都是看到 就我刚刚比喻说 你还没头七就吵架了 对 吵架嘛 因为他看到钱 那请问 那我的意见 我的意见 有人听到吗 很多说开玩笑 律师 我以前就讲过 我每年都讲 都有跟大家讲 那没用啊 因为讲归讲 那叫情感 那叫道德 那叫什么 那叫口头说说 那不是法律喔 就是你以前每年都讲说 大保得房子 二保得什么 没有用的 那是 那个是你的意见 你的想法 那没有用 所以那这时候怎么样 让你不在的时候 让他们不会吵架呢 就是家规仍然在 这个家规不有法律的效力 也就是如果我写一份遗嘱 合法有效的遗嘱 这时候 我人不在的时候 这个遗嘱才有效喔 我人在的时候 我随时可以改遗嘱 所以遗嘱 你要一个概念是 我今天写好遗嘱 我之后可以改 只要我活着 我健康 我意识正常 所以我随时可以改 那我最后一份的时候 那我不在 所以我就这份遗嘱要执行 这时候 这就是执行家规 真的 那一张纸是谁拿出来 你告诉我 对 这样子怎么谁拿出来 这又区分两种 一个是说要省钱的方法 跟要花钱 要有保障的方法 它是不一样的 你想想看 我们看过外国的 尤其是美国的 那个律师局 你看看 遗嘱是怎么被拿出来的 都是律师通知继承 告诉你们 你爸爸有一份遗嘱在这里 我就坐一排排坐 我依照某某州的法律告诉你 你爸爸写遗嘱在这 我告诉你 这要怎么做 我是帮他处理的 后续程序是怎么样 请大家安心 我来帮你爸爸处理 是不是这样 是 都是这样 但是我们是什么 我们不是这样 我们台湾没有这样的这种 习惯跟制度 当然还没有进步到这种程度 我会 我们应该要这样朝向这样走 所以如果今天 你希望很坚强的 稳固保护的时候 就应该学习这样子 由律师事务所保管 保管之后事情发生之后 通知他们来 来我告诉你 法律程序不用抢 因为你的爸爸或妈妈 或你的兄弟姐妹 不在的时候告诉我了 这个遗嘱就是这样 我们依照法律念给你听 也告诉你程序 后续怎么样 那如果是 律师当做遗嘱执行人的话 那我们会做什么 那你也不用担心报税 我们会依照法律来报税 报完税人之后会告诉你们 然后 要配合手续来办理 领这个相关的财产 继承的财产 或帮这些人 处理一些债务的问题 因为一定有债务 一些人 就是帮他处理这些事情 你们才安心的在家里等通知 我们都会寄相关资料给你 这叫做完整保障 就学习美国 这样的方法的那一套 那接下来你说 那我要省钱的 那一定有省钱的 省钱的也很简单 我也希望省钱这件事情 是当做你的第一步 每个人总是要第一次 第一次觉得够就好 因为家里 你怎么这样处理都很好 那你就要拿出一张纸 我教你最简单 免费的写遗嘱 跟最后保管跟执行的好方法 第一个 你先拿一张纸一支笔出来 然后就写遗嘱两个字 就写可以写一段感言 对这个人生的感言之后 那边没有人在看 好啦 我开玩笑的 应该这么说 也没有错 有的人不看 但是为什么要写这 他其实 有两个意义 第一个是说 这个世界上总是有人会关 真的想要出关心你 那你也可以借着这个时间 告诉你的家人 一些你内心有些想法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重要的 因为我常常看到很多人 报纸你还记得有的人 写的遗嘱是这样 我所有财产给我的大儿子跟太太 谢谢 再见 还没有写 谢谢 就直接签名 这样子的文字可不可以当遗嘱 有 有某个 某个金融集团的某个人 他有写过这样的遗嘱 有上报 那他过世了 拿出来 那这个有没有法律上效力 有 绝对有 但是对我来说 我觉得遗嘱这件事 其实不单是写这个东西 反而是有些事情你可以在这边描述出来 包含你的价值 像我的理念 我是很感谢上帝 所以上帝有照顾我 我才有这一辈子 所以希望我的孩子也能够 能够在上帝的路上 他也会保 上帝会保护你 对我来说这很重要 这是我这一辈子最重要 最行得通的一件事情 我要告诉他 那所以知道爱的人可以 会想要了解这个 那你说不爱的 律师写在干嘛 我告诉你 这个重点在 这个是你讲喔 这个会 你万一要解释契约文字 解释遗嘱内容的时候 上面那段话非常重要 最近这两天有个判决 不知道大家 大家可能 比较不会注意判决 我跟各位讲这个判决 这个判决是这样 有一个家人 有一个家人他生了很多孩子 夫妻生了很多孩子 八个吧 那其中呢 因为他没办法养 负担太沉重了 于是把他第六个孩子出养 给另外一对夫妻 那他出养之后呢 本来他们都 出养的时候通常以前的习惯 都是不要让他知道 什么 但最后他年纪大了 都已经知道说 原来我生养我的是哪一家 然后也要回去认亲 那他也觉得 他那时候爸妈不得已啊 没有钱养你啊 于是乎这个老六呢 跟了其他的姐姐 其实很要好 都 这几年来都非常要好 但是 他就写一份遗嘱 他就写说 如果我 外出 意外 身亡的话 我的财产 给我某个 某个干姐姐 因为他 已经不是亲生姐姐 已经出养过去 那个家里也只有他一个孩子 所以他是算单身的喔 那因为出养 养父养母也过世嘛 他单身 也没有兄弟姐妹啊 出养的时候 跟本 出生家庭是断绝法律关系的 因为他要跟养家 产生关系 他养家父母亲也不在了 我们来看他继承人喔 他继承他没有小孩 单身 没有配偶 没有爸爸妈 养父养母死 也没有兄弟姐妹 所以这财产是充公的 那他知道这个事情 他写一份遗嘱 他就写说 那我如果外出意外身故 这四个字 外出意外身故的时候 我愿意把我的财产 都给我的某个圈圈圈 姐姐 他是这样写的 他写的 哇那其实很感人的 结果出现一个意外了 就最后 他呢 他已经六十几岁 他在家里是死亡的 他家里是 可能是疾病的关系 过世了 那所以被人家发现了 那这时候 那个法院就开始 这个他们经过一个诉讼程序 当然那个甘姐姐 就是他的这个 应该算是姐姐 姐姐他就跟 想说 有些留着遗嘱 应该是给我 但是不好意思 最后法官竟然怎么判 他学 因为他上面写说 他是外出意外身故 但是这个人是在家里病故 跟外出无关 所以什么 判决 这不能给那个姐姐 天哪 对 这个案子可以上诉 好 那你就回过头来 律师 你讲这个跟那个有关系 我们往往前沿 会 我们在解释 当然 因为这个我没有看到他 遗嘱的全部的内容 那我在FB上 有稍微做一些我的想法 但是我今天的目的是 每个人如果能够好好写 就不要有走这一招 就算最后法院判赢了 那也是 对不对 一省二省三省 那为什么我们不会 原来多了解一下 可以更顺畅 我的目的是这样 好 回过头来说 那如果这些在前沿的写得很清楚 我就是希望不论如何 我的财产是要留给我的家人 那再做一些描述 情形下 解释上他就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而不是条件 他那个不是说我在外出意外的时候 是给我姐姐 我甚至自然那个怎么样 神过的时候给妹妹 他如果是这样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当然有道理啊 对不对 我有区分嘛 可是他有没有区分实义 就看前后文跟前言 所以这是我们有的律师 像我们做一个 做律师做这么久 尾长达这种契约的官司 我就说那这前言是什么 双帮为什么会这样地前契约 这个前言代表解释上的这个含义 所以说大名一问之后 我讲会太详细 大家变律师 可是律师我想跟你请教一下 因为其实都会很担心 这一份遗嘱到底是不是真的 那现在手机这么流行 我拍个影片是可以辅助的吗 对是可以的 就是他是辅助 大名讲到非常棒的字叫做辅助 这个辅助是这样 遗嘱它有效 是你从头到尾自己收写 签名写年月日 那这个就是年月日很重要 年月日很重要 有人真的没写年月日 或还真的写一大堆年月日 或还真的写一大堆年月日 那没办法是救不回来的 甚至有人写老半天 没有签名的 那个真的是更 哦你知道吗 为什么你的名字不写在上面呢 就是上面通篇 看不到有你的名字 那这是很麻烦 所以从头到尾自己收写 签名写年月日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但当你写出来之后 有人会说 好那这样怎么证明它真的 那你再说开玩笑 我在我是证明 我自己来证明它是真的 可是通过这个遗嘱就是在 我不在的时候 它才会发挥效力 所以当我不在的时候 这个遗嘱产生效力的时候 谁能证明它存在 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个方法 就是说那我不想找律师 我也不要找公正人 我不要花任何钱 我要做个免费有效的 好请你拿出你的手机 就开始自拍 你就把你这个 你拿遗嘱在那个镜头前面 你就可以把它逆一遍 我说遗嘱 我这个就是我自己 亲密手写遗嘱 那把这个录影把它留下 跟遗嘱搭配在一起 那万一未来有人 質疑这个遗嘱真正的时候 我们就把影片拿出来 这个就是可以辅助他说 对 就是我本人 那所以这个是最免费的 那你会说 那为什么很多人 会找律师做见证 公正做公认证 因为如果今天我有不动产 你想看 我不动产要给另外一个人 是不是要透过 地震机关的手续 地震机关拿到这个遗嘱的时候 如果没有 他不会 他会看到 如果只有单纯 只有遗嘱一份的时候 那他就说那到底 我要验笔记 他会透过验笔记的程序 去确认他真正 可是如果有一份 律师的见证书 或公证人的公认证书的时候 他会觉得 对 有一份文件 法律的文件 来证明后面的法律文件 这是这个人所亲自写的 所以地震机关 就依照这个很快就办过户了 那当然你说你有录影的时候 接下来你当然可以附进去 那当然地震机关 他有他审核的标准 所以这时候 就是让你可以做选择 你当然可以很快速的 用一个公认证的方式方法 他遗嘱附上公认证 或见证书 律师见证书 让他很快搬过户 或是你可以用免费的 但是这地方就要看 地震机关他到时候来做一个决定 律师那这样子的话 大家一定会很关心 假设我要找律师来帮我处理 那我们先来设定 那个假设他的遗产 是1000万跟2000万 因为3000万以上 可能又是高资产出群又是比较少数 那我们普罗大众 如果是遗产大概是在1000万2000万 那他整个来委托律师的话 他费用大概多少 通常这个时候是个案认定的 因为其实虽然金额少 但未必事情处理的少 就更未必少 是这样 那我认为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是 你其实买我们这本书 或是你FB打书架律师 你可以去看 因为其实我都希望 我就既有每时事的案例 来跟大家分享 或影音跟大家分享这个观念 第一个你先有这个观念 你自己有观念之后 接下来但如果真的 个案上不了解怎么处理 我倒认为可以找律师或找我们 你日约咨询 用咨询费的方式 有时候咨询那你就自己做 或很多很多朋友很聪明 他是我的很铁本 他们就自己写一份遗嘱 我来咨询 他先写好了 就是来花找个时间 那这样我做的 我已经做完了 我已经DIY做完 可是我总是不放心 律师你帮我看一下 怎么修正 你去帮他check 就是对 找律师帮你做check也是很方便 所以check的时候 那就是很省钱的方法 就check按小时计费的方式去做处理 那律师我想要问一个东西 是我长久以来的困惑 就是我以前是听到传说 就是说假设今天夫妻 他们两个一起打拼 是 结果有一天先生过世了 那可是先生过世之后 先生名下可能有房子 钱股票什么的 居然不是完全给太太 但是 是啊 应该这么说 这个是顶克族嘛 对不对 他有小孩 他没有小孩 那所以没有小孩这情况下 顶克族的问题在这样 顶克族的时候他们都 世界里就是只有彼此 夫妻感情好的话 那没有小孩 那原则上应该活得 比自己的父母还要久 是 那接下来看 人过世之后他有继承 配偶是当然继承的 所以配偶一定可以分得到 接下来 后面这一条更重要 配偶是当然继承以外 除了配偶以外 除了配偶以外 后面的家人 有依照顺序继承财产的权利 凭什么 凭什么 这个是我们夫妻两打拼三十年四十年 到最后我还要跟他的兄弟姐妹分 对 凭什么 就凭他的兄弟姐妹 凭什么 因为他就是凭一个法律 你说凭什么 他凭说 你看我们法律上的顺序是这样 除了配偶以外 第一顺序是子女 所以如果说照刚刚那逻辑的话 那应该说我先生如果不在的时候 子女也分不到 都完全配偶分 可是法律不是这样 法律他有把配偶当做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他一定可以分得到 以外 除了配偶以外 他就开始分 亲疏远近 把他的亲疏远近做一些调整 所以最亲的是小孩 顶客族没有小孩 所以这时候 如果有小孩的时候 你看那是很合理 一定会被分 所以配偶不会拿到全部 这件事情是法律的一个原则 所以各位配偶请喜怒 请喜怒 请喜怒 快那个我看大米眼睛 你快奔出火花 真的 请喜怒 所以因为他就是 你也知道吗 某些案件是公平 可是如果把同样事情 换到另外一个案件 又不公平了 你知道我有碰过那种就是 夫妻感 就是顶客族感情不好的 感情不好的 那个 那个关系是这样 就是有一个太太 她因为她认识另外男生 她就跟她先生 这次离婚了 那我讲 还有讲另外一个 就是夫妻之间 她如果感情不好的时候 她们 她们各自过生活 那其实这个 这个先生 她就跟她的兄弟姐妹一起过生活 跟她跟她爸爸 突然她这个先生过世 那过世之后 那兄弟姐妹想要办财遗产的时候 就发现说 她跟这个大嫂根本没有办离婚手续 所以就必须要拜托这大嫂来什么签 那个大嫂不愿意签放弃 她说不好意思 我是她太太 我就要分一分 真的 所以你说是不是这样 你说那这样 所以你说放在哪个地方她是公平呢 最公平 我们不讲公平 讲温暖 怎么样最温暖 你要自己创造那温暖的环境 所以你先懂法律 我还是把它 稍微把这个鼎克族的关系讲清楚 我告诉你为什么这本书这么重要 我们不是创造公平 我是创造家里有温暖 那这个温暖 必须我们来决定那温暖程度 我个人爱我太太 我们是鼎克族 那我有兄弟姐妹 那这件事情 我虽然知道说 有兄弟姐妹 她会继承我的财产 那这样我希望给我太太这件事情 因为法律上有规定 她继承人 兄弟姐妹会跟太太共同继承 不过继承比例上是 太太拿一半 兄弟姐妹拿一半 那么就不管几个兄弟姐妹 只能分到财产一半 这件事情是 你没有写遗嘱的状况下是这样 但是你说那这样一半太多了 因为我名下财产一亿 我们先扣掉夫妻剩余财产的分配 不管 如果今天有夫妻剩余财产分配 太太可以分 那这个先不管 先说都扣完了 剩下一亿的遗产 这一亿你不写遗嘱 你太太是五千万 那兄弟姐妹是五千万 如果是五个 兄弟姐妹每个人拿一千万 开玩笑 五千万我才不要给她 那你赶快写一份遗嘱 说我的遗产全部给我太太 这时候法律上 那你觉得说那这样 都不给兄弟姐妹 这时候法律上有特留份 就是兄弟姐妹一定要保障 她应该拿到的最少比例 是本来可以拿到的三分之一 也就是说 这五千万里面呢 本来是不写遗嘱 要给兄弟姐妹全部五千万 但是写遗嘱之后 可以变 要给三分之一 也就是一千三百 不对 五千除以三的话 就是一六 一千六百六十 六百六千六百六十六 对 就是一千六百六十六 所以差距差很多 对不对 第一个你先写一份遗嘱 马上就减少了 马上就减少 他就只能拿到三分之一 应该拿到三分之一 那其实这样 如果今天感情没有这么糟 也够了 但如果今天感情真的很糟 那看看那个兄弟姐妹 有没有对你对不起你的地方 例如说 这兄弟姐妹就是诅咒你着实 就是对你有重大虐待侮辱 我们也可以剥夺她的继承权 这个也是可以的 我如果用line截图 他曾经骂过我的话 可以 这是可以的 所以我会帮人家做这种 就说他竟然这样子讲那种公开 还四处散播 然后哪一个在哪 我都把他留下来 未来真的不在的时候 那就他就无法竟然财产 那其实还有一个更好方法 大家认真听 你只要活得比你兄弟姐妹 还久就可以了 真的 所以要开心 写完遗嘱就开心 因为我们已经准备好到最极致 其他有的东西 我们要放宽心 我们不要钻牛角尖说 事事一百分 事事一百分太痛苦 你看 以前我们要拼得很痛苦 现在我觉得人生吗 对不对 我八十分就好 不要一百分 是不是 我不要让他全拿到 少拿一点就够了 律师我想要问最后一题 好 就是我看过很多人分完财产之后提前分财产 结果后来小孩就不太理他了 你自己食物上面有看到过这么多情况吗 这个时候爸妈还拿得回来吗 好 我跟你讲 实物上你把财产 生钱给的 通常 通常我会想圈圈圈 恰恰恰恰 那个下场 不知道 不要讲下场 就是结果没有 跟你想要完全差很多 因为你要知道 这叫做 在钱的世界里面只有自己 没有自己人 你想想看 你把小孩当自己人 可是小孩有把你当自己人吗 你叫小孩子好好读 用功读书 你的孩子真的这么乖吗 没有啊 我考不上 不是 就算很乖 你说从小到大都很乖 然后结婚之后他一定这么乖吗 不会 所以就很难 那变数太多你知道吗 但是你知道 爸妈对小孩态度的爱是不会变的 他就是死心态 我妈妈常常讲一句话 讲我如果是什么事情 妈妈特利系 那是什么 他是生命在爱你 他是用生命在爱你 他宁可说保护你 不要任何出事 他保护你 可是小孩 你会为你父母亲牺牲心灵吗 不太会 不会 你想想看就不一样 好反过来 我们在讲钱的事情 妈妈妈妈有钱 我希望照顾我的小孩 我是不是一直给他 提供他最好的 对吗 可是你想想看 钱在小孩身上 他会义无反顾的照顾你吗 很难 不一定 而且要看他当时的情况 他假设状况不好的时候 他都会说 我自己穿的不够 我又打光 对 就连你给他五百万 一千万他还说 不够够我花了 那你怎么办 所以这个 我只要讲这样的事情 你就知道有多少件这样子 你难道真的我不太 当然 如果今天各位您做这事情 希望我帮你打官司 我真的很开心 但是我更希望什么 你知道这样的道理 不要先给太多 不要先给 全部给 或大部分给 我的鼓励是大部分留在自己的身上 用遗嘱去传承 因为遗嘱可以改 而且钱在你身上 你可以做好的生活 有尊严的生活 然后最后再给孩子 不但是又开心 又有部分的可以结税 但是如果钱给孩子的时候 那如果说你不好意思 所以说我钱多 我钱我钱十亿 那没关系 你钱十亿 你给他五亿可以 对不对 那你又给他 那给他记得附带条件 例如说你给他之后 你希望他要回来看你 或者每个月给你多少钱 白字写黑字写下来 或是运用信托方法 把财产管住 这样才可以确保孩子 有感受到你的爱 不然他会视为理所当然 本来想要的温暖却没有了 所以我是鼓励大家 我们先讲的如何创造温暖 跟创造你自己有尊严的人生 孩子因为你有尊严 他会觉得更温暖 因为你会保护他 但是他没办法 无怨无悔的对你 我自己也不赞成说在生前分 那因为就是常常就是你分的 父母认为的公平 绝对不是孩子认为的公平 可是你先分给谁比较多的时候 就会造成其他拿少的人 就说他那么多拿那么多 这样他都会去刺 可是拿多的人会觉得说 别人是大家的 你也是原本 所以我真的很鼓励大家 去买书律师这一本 此刻就是立遗嘱的最好时刻 尤其如果你是过40岁以上的人 你去看到这本书 你真的会像我一样 会觉得说 律师写的都是真的 就是这些人间鬼故事就在我们身边 然后我希望这本书可以让大家 避免发生鬼故事在自己身上 今天谢谢律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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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